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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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邀請雪芙 幫我們來示範一下 女生朋友們在自拍的時候 如果要過錯過過 郭雪芙成為自拍手機代言人 手機的配色更以郭雪芙的名字來命名 而郭雪芙現場也大秀一段 深厚的自拍功力喔 請你幫我們示範一下 很無辜的那一種 就是要很甜美可人的 好 所以我們的角度是稍微 由上往下拍 第二個部分還有要呈現的是那一種 就是對不起啦 是我的錯 請原諒我 要有那種就是求饒的感覺 哎呀 好會喔 霸氣由下往上 呈現出那種明魔的傲氣 就破功了 因為可能平常有在練習 因為其實我們做這個工作很常 就是要檢視自己 就是要看自己的樣子啊 然後還有就是哪個角度好看 因為有時候拍雜誌的時候 都要取決一些角度的部分 所以自己都會找一下 然後還有表情的部分也很重要 對 除了自拍之外 郭雪芙更是練得一身 瑜伽男友甜蜜自拍的好功夫 各種撒嬌招數都使出來囉 你看郭雪芙對於未來的男友多熟悉 第一個部分就是直接穿上了他的衣服 好 開始囉 第一個是 是 哼 這邊冷氣那麼冷 寶寶不要怕 我幫你取暖 所以你要有這種摟著的感覺 第二個動作是 未來的男友說 你要乖乖喔 今天怎麼不聽話呢 好可愛喔 這個有在家裡練習過 對不對 跟未來男友之間的互動 這個動作要小心喔 所以我如果配上別的OS 就是別的意思喔 就是如果配上別的意思的時候 我會好好照顧你們的 你這個小淘氣 好可愛喔 女孩子都希望男生就是 可以很疼自己嘛 對啊 所以就可以撒嬌一點 只能跟假男友自拍的郭雪芙 對於成員們最近的感情生活 又有什麼看法呢 都很好啊 交朋友的交朋友 然後有談戀愛的 談戀愛就是非常幸福的事情 這小淘氣是真的要結婚 還是說已經結婚了 蛤 怎麼可能欸 嚇到我了 我覺得交往嘛 就是自由一點嘛 就是大家 如果這種問題一直問的話 會有壓力